国民党大战战召开记者会 炮声隆隆 枪口对准 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 黄伟哲你继续要用这样的军师吗 因为党内的高斯伯阵营指控 黄伟哲重用的选战大将郭国文 博士论文抄袭造假 在整个的一个比对系统里面 我们用黄色的比标注起来的 是采取兜疑似抄袭 如果是被人举发 马上就是要把他所获得的学位 把他追回来注销 而且还要报到教育部去 满满的手版一笔又一笔左键 还找来政大教授帮着背书 国民党指振历历 除了质疑黄伟哲是帮松 更要求郭国文退出政坛 不过郭国文也立刻出面回击 经本校社科院审定委员会 审议决定违反学术行为不成立 这已经非常清楚了 选到这样子 让人家勃感遗憾 那很显然国民党真的已经到了 不抹黑就不会选举的一个阶段 拿出陈大发函 郭国文立正自己的清白 强调早在三月就已经结束审查结果 现在国民党拿来做文章 不排除会对召开记者会的蓝营人士 提告加重诽谤 另一头黄伟哲也献身力挺 郭国文他提出有利的证据 那我们也是全力的支持 对他的指控是记不到的 而且又真正对人家涉及诽谤 黄伟哲阵营从上到下动此来 接连在第一时间出面止血 就是不希望在选战倒数 一百天的关键时刻 因为风吹草动影响选情 欢迎新闻陈炎卫 洪锡宇黄云廷台北台南报导